好,在這邊我們要介紹的是一個 特別的網站 叫做人生重開網站 網址就是LIFE RESTART.SYARO.IO 進來以後是一個日本語系的網頁 但是定位會換成中文,你不用緊張 它只是日本語系的 那它這邊會有按鈕,幹嘛 讓你去看你目前的一些狀況 你要重開人生 還是你要看你原始的版本 它下面有,目前沒有,你沒有你的原始版本 然後再來你可以看什麼 View,你的暫存檔 這裡面它開的檔案 這裡面一大堆,它主要是幹嘛 這是在寫一個遊戲 人生重開的遊戲 然後我們來看,那怎麼樣你就選這個 LIFE RESTART 然後這時候進來以後會做一些問題 第一個,它問你是不是要重開 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說我要重開 立即重開 然後它問你要名人模式 還是要經典模式 這是自由分配屬性 這個是幹嘛 前世是古代名人 跑到現代來了 那玩家你要選名人模式,就點一下 點一下 你前世是什麼 你就自己挑一個人 譬如說我前世是李世民 有沒有 然後呢 你就選這裡面哪一個是你想要的 天賦異稟 初始屬性可以加兩點 有沒有,我就要這個 還是要什麼顏值4 智力6 體值5 加進7 有沒有,看你啊 這個都有啊 還有隨機屬性加1 你可以自己挑 挑完了以後呢 我選這一個 初始可用屬性點加2 然後按開始人生 然後開始人生 最後他問你是想你要手動的呢 還是你要自動 有沒有 手動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去點 點他有沒有 他會幫你幹嘛 你現在1歲了 從小生活在城市 有沒有 2歲了你的家人給你買了很多書 3歲了 你上了一個昂貴的幼兒園 那玩家你要自動的話 你就這樣拉過來 然後到自動這邊 他就一直產生 一直產生到你走了 很快啊 我跟你講很快 啾啾啾啾啾 所以你就從這邊你可以知道 你這一次活了幾歲 然後有那種顏色的 表示是重要的項目 重要項目 59歲有沒有 外界一年 虚擬世界十年 你走了 59歲就走了有沒有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情 顏值只有3而已 智力還是扣2 負2的 體質負6的有沒有 快樂度12 所以他這個就跟你講 把你的一生有沒有 從那一開始到現在為止 全般弄下來有沒有 然後呢 藍色的有沒有 是重要的 有沒有 天賦成熟 發動有沒有 18歲 智力加2 上了一所 985大學有沒有 然後下面呢 更好玩的應該是這裡 因為有些人是他太深 你看不太清楚 航天技術獲得巨大的進展 有沒有 所以這個當然很好玩的哈 什麼 電力徹底免費 所有的什麼 電力取代 被電力取下 所以這個但是跟你講說這樣子 然後他會跟你講 你要不要來個人生總結 你就點一下 他就跟你講你幹嘛 顏值4 智力8 體質只有5普通的 家境8優秀 優秀的哈 十二知天命哈 就是非常好命的 然後呢 總評103漢見 就是說你總值103點漢見的 然後下一次就是說 你還要再重開的話 你要保留哪一個項目 這有三個讓你選有沒有 你要保留哪一個 這樣子 所以他是因為很好玩 很好玩 那比我還是要保留什麼 天賦一秉 那你就可以再次重開 有沒有 這樣子 所以很好玩的就是說 他這個值在幹嘛 就模擬器而已啦 就讓你看一看 看好玩的而已 了解一下